美食均衡是眾所皆知的大道理 如果國民身強體健 除了提升生活品質 也能降低醫療成本 衛生總監丹斯里諾西山今天發文告 歡迎國內貿易及消費人事務部 在義工精裝的津貼麵粉中 添加鐵製和液酸的舉措 如此一來可以預防孕婦及嬰兒 貧血和永久性缺陷 根據2019年國民健康核發病率調查 1%或21.3%的大馬人患有貧血症 每10名15歲到49歲的育林女性中 有3人貧血 主要原因是身體缺乏鐵製和液酸 這兩種微量營養元素 鐵製和液酸攝取不足 將導致胎兒先天缺陷 包括無腦畸形 脊椎形成不完善 顱骨缺損 也可能引發早產 影響嬰兒心智 生理和認知發展 正因如此 貿銷部響應衛生部的呼籲 7月1日開始 每年撥款500萬令吉 承擔義工精裝麵粉添加液酸和鐵製後 新增加到五仙成本 以改善消費者 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飲食和健康 衛生總監諾西山表示 衛生部將繼續爭取更多的支持 放眼大馬市場 能夠強制落實 所有麵粉添加鐵製和液酸的舉措 馬新社電視 綜合報導